德才是洞土奠基大典 一找许多虔诚的信众就前往参与 延绵的车潮从山下排到山上 热闹非凡 县议员吴瑞芳、张志明、险赤胜也受邀出席典礼 祝此四星见法师感谢信众与嘉宾们前来参加 祝福他们新的一年苟来复平安 非常感恩我们南投县的民政处处长 历琳还有我们县长有很多的 这些竹山镇的议员代表们 还有县长很多的一些信众贵宾 还有一些我们的友工都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祝福大家苟来复平安 县议员吴瑞芳表示 建庙地点风水优良景色优美 是一块宝地 祝寺庙兴建过程一切顺利 吴议员也向菩萨祈求 保佑地方民众和家平安一切顺利 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贵的宝地 今天我们的德财寺 这里党拓典礼 建庙以后会保佑大家 和家平安 事事顺利 今天的动土典礼 能够圆满成功 这场典礼许多信众也前往参与 线议员张志明表示 希望将来能联合镇内其他宫庙举办神明祭 成为竹山在地特色 吸引更多民众前来竹山旅游 未来我如果有机会 我要来推动独山的神明祭 神明的节制 譬如说冬立的车来独山 早上去智南郷 领子母 中岛去民郷 吃孙子汤 月宝来霍天郷 拌这个五万 未来德财寺也是这样 未来德财寺来发财 我们头前有无财神 有财神 中岛有我们旅游的欧米大会 三宝会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使命 我们也说是一个好朋友 经常来这三欢迎您 议长和胜丰感谢四方与乡亲的用心 并祈求庇佑地方 工程进行顺利 寺庙完工后 也欢迎游客前来礼佛 记者卢宜凯竹山镇采访报导